大家好 我是艾樂儀 記不記得我? 雖然我已經死了 但我知道很多觀眾對我都由愛由恨 所以我決定回魂回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首先我想跟媽媽說一句 對不起 我知道你很疼我 希望你不要生我 之後我想交給Jessica 講一下她飾演艾樂儀這個角色的感受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我今次在迷入飾演艾樂儀Chloe 我是做田瑞莉的女兒 這套劇中我比較自私的女生 其實小時候跟爸爸媽媽關係很好 到我爸爸過世了 我媽媽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 因為這個男人令我和媽媽的關係決裂 由一段母女關係到最後只是講錢 因為錢我變得越來越自私 越來越任性 做事也越來越過分 自從爸爸死了之後 你有理過我嗎? 表面上就懶惰關心我 其實在你心裡最緊張的是你的鄧山 那你聽我說 我幫你勒索另一個人的錢 你拿現在是我的手上 四百萬贖金 你不要傷害我女兒 你女兒? 你媽媽 我要四百萬贖金 今天節奏一定要 去 原來你真的假裝綁架來勒索我? 我不會跟你走的 你想我跟你走嗎? 行 你馬上過四百萬贖金給我吧 如果說最難忘的是我演 要死那一場 因為那一場是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 就是我被人 之後再 之後再 然後有很多鏡頭 都是要真的 沒有戰 有任何戰 然後整個自己趴在地上 我想拍了也有二十多三十次 然後是手損了 然後是趴到一個位 是忍不住眼淚流下來